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经济的问题 很多人说经济很闷的啦 你还讲 因为为什么呢 我都不想讲这么多闷的东西 不过刚刚中国自己本身出了一个数据 这个海关总署出的数据 然后还有其他官方的数据包括说地产 两个数据同时反映了一件事 就是在跌我们不是幸灾乐和的 我们很实事求是 为什么我重视这两个数据呢 是因为官方在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面 是强调过今年的经济工作两大重点 第一个就是出口 第二个就是继续刺激 或者推翻房地产上去 因为房地产是占了中国的GDP三分之一的嘛 是吧 那去年讲完这个中央政策的经济伏偿了 但是到现在的数据呢 是下跌的啊 这两大重点里面是下跌的啊 那究竟说明什么问题呢 那当然我也不否定啊 下半年会追上去的 我只不过是说 我只不过是说 现在的政策推动了 由去年你说 啊 开始了 今年年初就复偿啦 疫情呢 又说 啊 宣布过去了啦 虽然 现在呢 都有不少的 疫情的重新一波出现 你看到很多 近期 很多 很多习近平去很多地方视察 本来应该出现的高官呢 是不见了的啊 那可能他们另有要事呢 但是 国内很多人猜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紧慎喜见 紧小慎微 凡有习近平出现的地方 不会有任何的感染的可能 所以如果有些官员是需要这个回避 保护健康的 包括习近平经常去很多地方会见到一个河立峰 那这次最近有一次会议呢 他都不见的 那另外呢 就是习近平去到很多地方里面的视察 一般呢 都会是当地的两个把手 就是说当地的党委书记 和那个市长 或者省长 或者那个区的主席等等 但是这次里面呢 有些是不见了的 或者开了一些会 一次见 一次不见 那这个呢 不是我今天所说的 只不过是想说 就是说 咦 似乎呢 就是那个推动 去年经济 復常向上的两大指标呢 现在呢 都会出现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了 好了 先看看海关的数字 今年五月份的数字 先说五月份 五月份的数字呢 连国内自己本身的经济专家都认为不正常 这个是指出口的数字 因为中国的经济呢 过去补白的时候呢 每年的补白目标里面都有两成 零件一样 如果有百分之二十 以为是要靠出口带动的 两个百分之三 有两个百分之三十 是要靠出口带动的 两个百分之八 百分之八的增长里面有两个百分之三 4月是反弹之后是其他都是下降的 所以按国内自己公布的数字 5月出口是用美元计算 因为它有利的它会用人民币计算 但是现在人民币又所谓在升 升就是价值在贬着 所以它计美元计算就是5月份的出口是倒退7.5% 而4月是上升了 所以由4月的高位到现在来说 是足足跌了差不多有10% 接着就是一直讲復常的情况 而预计5月份即使你跌了 大家事前会看到的 当时的估计是跌1.8%左右 谁知道现在一跌是跌7.5% 所以令人感觉到 如果国内解释 你外国又制裁那样又制裁那样 现在中国人民币实在是价值贬了 应该出口多了 肯定是你外国在搞搞震的 正因为这样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去问了 究竟为什么这个数字这么反常呢 于是有一个解释了 解释就是因为这个跟去年 去年数字的基数是低的 4月份的数字就爆发了 但是接着大家就问了 如果今年4月的数字 是比去年的4月上升 而是因为去年的基数低的话 那5月又如何解释呢 大家想想 今年5月也是跟去年5月做比较的 是吧 所以这个就只能够说 你现在那个出口 以至中国的世界工厂这个地位 在其实过去很多年里 尤其是过去三年的疫情里面 已经有鄰近的一些国家 包括越南 是抢了国内 很多那个 就是 这个下游 那个生产 那条生产链 包括很多港商 都是由国内搬了去 东南亚地方的 是吧 所以这个来说 一些建制派 或者建制的团体去到那里考察 这些由国内搬了去那些工厂 因为很多是自己人来的嘛 那所以这个数字呢 就更加令人担心了 你再加上其他 比如说外资撤走 那虽然中国呢 近期有些令人鼓舞的 就是令中国鼓舞的 信息是什么 你看特斯拉 大老板 他都来中国 跟着还有很多的 就是大马萨 都说陆陆续续来中国了 好 不要紧 不过大家值得看清楚的 他们来 是避免派对性质 或者他们来到 深入去研究那个市场 或者复苏的机制 前景等等 是不是等于他们看完之后 外资就回来呢 这个还是要长远观察的嘛 尤其是外资 回来那些 如果是大的资本呢 可以是一个观察的因素 但是 还有很多中小资本呢 如果那些是大量走的话呢 他们是没有办法 就是由这个完全大型的外资去取代的 你总体计的那些绝对数 就是那个绝大的绝对数 你中型企业走 这个才是重点要关注的嘛 是吧 所以去到这里的位的时候 大家就跟着看资金流向 好了 再看看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吹谷过的另外一个数字 就是国内自己本身的房地产市场了 是不是 好了 那我们看回 咦 第一季 跌的 第二季 第二季 两个月了 四月和五月 都是跌的 那国内不是经常说 啊 只要中央一呼百落 啊 没有东西做不够的 那样 那于是呢 就又放松了一些 房地产买卖的措施啦 那跟着又说 民企就可以拿得较多的贷款 那但是现在 是 房地产是去年 讲了吹谷之后 连续几个月都跌了 是不是 那所以 这里呢 就说明 更深层次的问题了 第一 是不是过去的 供求关系 已经是被严重扭曲 所以 即使你说 吹谷那些楼价 那样 但是你供应始终是多个需求的话 那尤其是二手楼的转换市场 买卖等等 灵不灵活呢 这些是一个很基础的问题来的 那如果在这些问题里面 未解决 你就不断去叫人买了 那有些地方呢 是开始放宽了 放宽是什么呢 一个人呢 可以买第二手第三手 是吧 他以前是限一个人的名下 可以 只可以买 买 然后呢 你现在叫人再扔钱下去 都是那家人的负担 是不是 所以去到这里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去看了 喂 因为楼市就不同 你一个消费的市场 你消费的市场 比如说 食啊 或者其他的必须应用品 你那个是不能减的 但是你楼市如果下跌的趋势 形成了 你趋劝回呢 是很难的 好了 那跟着 这两点 这两个数据出来之后呢 大家就开始想 未来的问题了 我很多时候呢 就在一些前瞻性的角度呢 希望大家多些去关注的 未来有三个角度是值得关注的 第一 在国内 在今年2月 今年这个3月 两会开完之后 其中是不是有很多 本来属于政府的部门呢 是转了由党来直接领导的 港澳办就是了 现在是一个过渡阶段 但是领导权 已经不是国务院港澳办 已经空了 就去了中央的港澳办 好了 另一个部门 是由政府部门 去了更加直属 由党管的 是什么呢 就是统计部门 是吧 现在很多人 因为他们觉得统计的数字 很可能都是一个武器 你怎么演绎 可能被外国利用 所以他就把那个数据 捏得好死 甚至上有些是平时公开的数据 现在不公开了 或者你要转弯抹角 要透过地方的数字加起来 或者透过社会科学学者去研究 你才可以拿到数据 现在出现的情况就是这样 某个程度上就是 经济数据的垄断 是比以前是严厉了 好了 正因为这样的时候 第一个角度就是说 你控制得这么紧 但是出现的数据 你海关数字是政府部门 你这个数字是经过 有关部门 党系统里面的审查 你又不可以造假 因为为什么 如果你造假更加 骗到自己本身的企业 从这个角度来说 你要实事求是 那出现的数据 你都没办法欺人 甚至上现在都说 你连官方審查过的数字 都是这样 就更加说明 那个情况是实事求是地下降 是吧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当然我之前都说过 我不排除 你说下半年 聖诞又来了 外国经济又好回 但是我看不到外国经济 在短期里面 又会怎么突飞猛进 我看不到 所以我不排除这个可能的同事 就必须要实事求是 看到眼前现实了 所以你控制那个数字 你必须要更加如实地反映 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无论出口或者房地产 现在下跌了之后 有没有反弹的可能呢 我不排除 但是我最后都说过 外国经济都不见得有好 尤其是你看看英国 欧洲里面 因为脱欧之后 很多那个通 通胀又高 你那个GDP 实际GDP又下降 是吧 那跟着 现在英国又开始 对华政策里面 又开始跟美国都不同了 他意识形态各方面 政治懒得很紧 但是他又要跟中国搞好经济 欧盟更加是 是吧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外围的市场疲弱 你怎样带动中国经济 尤其是出口复偿复 所以这个可能性 我不排除 突然间 其中国内有人提过 是怎样的 不要紧 我们中资机构 在那里加强投资 买回中国货 用中国出口可不可以 他们有这样的理论 那这里就说明两个问题 如果是用这个招 第一 就是中国更加多资金走出去 是不是 那里面是真酒还是假酒 又不知道 那跟着就是 你这样做的时候来说 这个就一定涉及到外户储备了 是吧 那这个呢 那个连锁关系我不详细说了 是吧 所以第一个你说外贸出口复苏的可能性 只能够寄望圣诞 但是圣诞的订单有多少 暂时我还没拿到这个数据 所以这是第一个 另外一个观察 好了 到房地产你说 有没有回升的迹象呢 那我不能够说没有 但是只能够说 我从来没有钱 在国内买房 你有钱你自己计算 我不反对的 因为国人可以按照你的 意愿能力背景环境 来做你的决定的 我就没有这样的能力了 是不是 所以未来一段时候 国内很多房地产的人士自己观察 几样东西 就是国内大的地产商 大的地产商 那你的业绩是怎样呢 大家要关注 那跟着你那个供求关系 有没有办法短期里面变回平衡呢 千万不要用当年王岐山在海南岛平衡住房供求关系的怪招 这个怪招当时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是怎样呢 就是因为当年海南供求楼宇供应就很厉害了 完全太多 那跟着就炒了 是吧 那怎样平衡那个价钱呢 又不会让它跌 当时有个怪招 就是怎样呢 统计过海南里面有多少所谓多余的 就是说难尾的 又不是就来建好的 可能只有半层而已 再评估一下未来的供求关系 于是下个决心 将这些所谓多余的 会影响那个供求关系的流域呢 第二是空置的 或者不是就来完成的 是将那些炸毁了 因为这个来说 你可以由自己本身的发展商 我没有钱看了得到政府徽准 搞定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 是刚性地维持那个公图关系 大家想想 那现在国内呢 我不懂评价 但我觉得不好 是不是 那你用其他方法 我就难以惹人献暴提什么建议了 那所以第二点值得观察的 就是出口和房地产市场 能不能够回升呢 那这个呢 大家既以期望 但是就要看到真相是怎样 第三个观察的方向是怎样呢 就是政府你现在没有钱 地方债务中央又说不跟你承担 于是想其他办法 你说让地方政府破产吗 又不行啊 是吧 因为这个又涉及到形象 又涉及到它下面有很多地方控制的企业 以至它的直属企业 那你就知识看大了 好了 去到这里的时候呢 只能够到另一个方法了 是什么呢 开完了 你没有办法折留你就开完了 那这里呢 就更加讲到开完的方法是怎样的 难道你又加税呢 不行啊 你一加税呢 这个滚动更大 好了 你不加税 加费 即是收费 行不行啊 那你见国内有很多城市里面的生活费 比如说汽车 不是所谓交通费 有些地方已经是慢慢慢慢上涨 那我没有办法去详细估未来开完的方法 但是呢 你就可以看到了 如果他有些开完的方法 对的话呢 我都赞成 譬如说捉贪官 有些市场里面 有些什么贪官污吏啊 有些什么惡霸等等呢 你捉他 让他扑回钱出来 那这些来说 老实说外国也是的 外国一无钱的时候 就罚些大财团的 那如果你这个是真正同时去搞好 反贪腐的工作呢 从这些我又不反对啊 但是如果你反过来 下去的话 加强了人民的生活成本负担的话呢 这个就不是好事了 是不是 所以今天呢 不能够详细开展那么多 只能够从五月的数字 连续几个月的数字里面呢 看到一些未来的发展 值得重视的地方 是吧 所以呢 虽然这个数 经济问题 数字比较干枯 但是你将来一看 看到很多活的材料 那你就值得关注了 是吧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见 拜拜